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人都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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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帅 勇气 帅 帅 帅 第一组已经做出了选择 接下来舞台将交给 汪苏龙和H323刘青云 走 帅 勇气 帅 帅 帅 第一组已经做出了选择 接下来舞台将交给 汪苏龙和H323刘青云 你真是帅 有了 加油 有期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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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都会知道 我也是让很多幕后人员 就是不会从我身上赚到钱的 那一类原创歌手 你会看到制作名单上 就是H323 H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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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排都是 就是我当了很多年的幕后选手 来到这里的话 让他们不光认识我的声音就是 是你得知道这首歌的主人是谁 他 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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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瞬间的爆发力 哈喽 嗨 清云 哈喽 哈喽 我听了你的这首歌了 然后我还挺喜欢的 是吗 然后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想新写一段旋律 因为那个hook部分 如果有我来唱的话 会导致那个fook部分有点平 对 可能会 因为在舞台上表现可能会有点不好 在最后如果不改的话 对 我觉得可以改 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就是说也许我能不能再新写一段 然后就是最后一段 再来一段新的副歌 然后是歌曲最高潮 行啊 这样我反而可能加深机一点和能量 我觉得可以 那我们就同步推进 然后我看看这个 我们怎么给他弄得更炸一点 行 你编剧出来随时 喂我 我随时过来看 那行 那你去忙吧 这次更多的是 我要怎么帮助新的创作人 完成他作品的表达 我希望更多的是大家通过这个舞台看到新的朋友 然后新的歌曲 对 被爱的那个人是我 谁说谎的那个人是我 这次也是我们的清云 殷宗的首秀对吗 对 第一次来 会紧张吗 还好 哎呀 你听他嘴硬 他都快退到后台 一直在后退 我觉得他很帅 因为那个在后面 没人敢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确实比较紧张 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好像 这是我们有歌的第一首歌 对 非常有勇气 选择了第一位出场 有优势 当然你们也会面临 之后每一组 接踵而至的挑战 你们的歌曲会接受 一首又一首金曲的冲绑 会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吗 王瑞卓来自黑龙江省大县林 小时候的节目 小时候的节目结束之后 就是正常读书 正常考大学 在大学期间 你也有自己 就是偷偷地做很多 很简陋的编曲 没有想过 把这个唱歌这件事情 当成职业 因为之前去天赐的时候 唱一首一课 感觉还是离不开唱歌 觉得我应该回到 这个行业里面 我遗憾我们 曾只是永远过的人 所谓永恒 也只是一瞬的叹战 《永远过的人》 这首歌是 一首遗憾的歌 我们可能曾经想过 要和这个人永远在一起 然后没有 永远在一起的机会 可能过去的 已经经历过的美好 就是最好的东西 太文快了 永远过的人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立刻就爱上了 我觉得他的旋律 非常地优美 然后又商业 但也有一些特色 其实他也还蛮像我的东西 就是那个风格 有让我想到 我早期的自己 就是在写情歌的那个自己 歌好听 真的很好 我好喜欢你的声音 真的 谢谢老师 我非常喜欢你的副歌 我觉得你的副歌 那个真假音的转变 非常非常好听 我是觉得之前 其实后面副歌的地方 它是一个demo 然后那个编曲就是 其实很简单 我们后面的那些 两变的副歌 乐队可以开始进来 就我们可以把那个整个情绪 再带出来一点点 你应该会唱和声 我喜欢唱和声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蔡前阳老师 然后没有想过有机会见面 更没想过有机会一起唱歌 我不心疼我 曾爱的那么勇敢 举着痛快 给我弄得还挺认真 我天哪 不是不是有经验的吗 谁有经验的 我是这里的 没意义的一个隐喻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这我都快吃两瓶了 就是猴糖 就是嗓子的专业 我都吃两瓶了 人家写一天才能吃三次 我都拼了我的妈呀 哎呀我的天 接下来各位寻歌官 各位音乐推荐人 请经过慎重考虑 来到我们的选择器前 按下对应的选择按键 开始了 开始了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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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陶者老师 对啊 我知道 我们都有听到 都有听到 但是我们在等你啊 你们怎么还不唱呢 我们不敢 媒体 大家都在盘算 开始刺激的部分了 所以其实第四位上去的 比较好 比较好啊 不好 就是是一个赛点吧 算是一个赛点吧 你看你如果我们第四位上去的话 那第一个就是 这三个里面最不好的一个赛点 那个比较好的目标吧 你如果他在后边不是这样的 那也强吗 是这样的呀 对吧 请你投入了 我投入了 你入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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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后半场我投入了 接下来要出场的 不知道会是哪一组 但是我要提醒现场所有三百位 大众听声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当有第四首歌曲 发起冲绑挑战的同时 也就意味着将会有一首歌 《无缘》 《有歌2024》 《十大金曲榜》 从现在开始 将会有歌曲 离开现场 而危险指数最高的 就是由陈楚生和房东的猫 带来的下一次 因为我们的规则是 顺序延续淘汰制 你们暂时威劣第三位 无论第四首歌 向第几顺位发起冲绑 只要冲绑成功 你们的下一次这首歌 将会离开 从现在开始 将会有歌曲离开现场 而危险指数最高的 就是由陈楚生和房东的猫 带来的下一次 因为我们的规则是 顺序延续淘汰制 你们暂时威劣第三位 无论第四首歌 向第几顺位发起冲绑 只要冲绑成功 你们的下一次这首歌 将会离开 下一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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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结室 第四组 希望发起冲绑挑战的音乐人 请来到选择器前 按下选择按钮 我们还没想 没想进去 没想 毕晨 把它夺下来 别在山顶了 我们是准备上了 我们那个优雅的过去 看来好像没有人要跟我们抢 是吧 我们本来以为这轮会抢得很疯 你们这个是个赛点 是个赛点啊 选谁很重要是吧 如何 原计划 好 看哪个亮红的 第一名 第一名 是我们 是我们吗 我们 我们 第四组直接对目前位于山顶的永远过的人 发起冲绑挑战 来 如果我挑第二名的话 如果我赢了第二名就会变第三 然后我就会变第二 但是如果有人再来拍掉第二 那我原本是第二就会变第三 然后其实我也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就试着去拍一下一吧 他说你想一句话是 他没有骗你 只是没有想过跟你有以后 我写的是 你爱了再多 他只将你当作经过 就是第二位也没想跟你有以后啊 其实他这句和我说的意思就是 一样的意思 是 我知道 只是他那个太白了 有点 他也不压力 有很多地方不压力 但后面我已经基本上都改掉了 所以歌词的改动我没有参与 必须来帮忙 就是提升升华这首歌 他没有骗你 也没想和你有以后 就这最后一句 整个跳上去了 我改的是 你爱了再多 他只将你当作经过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我这唱经过会好听一点 好 就是整个的那个 他就是表那么口语的话 他没有那么口语 所以后来改了 我也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试试看 对 老师我想问一下 我们刚刚第一天歌也就是变慢 对 你可以慢这个速度 因为减了三 有一点不觉 有点不习惯这个速度 对 现在是减了三反正 如果我们再讨论 再试一次看 好吧 南哥就是编曲 我转机都他弄的 跟他一起合作 我会很放心 所以南哥来 其实就是保驾护航 现在我们现在还慢 但是太快了 我们就会变成像念经 就是很像念经 很刺激 因为一切都是 真的是生活 很临时在台上 做这个变动 那我也尽量地去适应他 他不会介绍 你拼命付出的所有 他很认真 因为改了速度 可能他会比较习惯 原来的那个速度 但是我没有担心 我觉得他肯定 一晚上消化过去 转天肯定会唱得很好 我以前 尽死可能都在工作上面 但是确实是 这几年的经历之后 包括我自己的突然的伤病之后 我就会开始格外地珍惜 跟家人之间的 跟朋友之间的 在这样的一些 在一起的时光 中文字幕志愿 听起来 最后一组是黎雨春和宋佳 听発表 最后一组 哎呀 妈呀 我们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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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意外 都在等待她开嗓的那一刻是吗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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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只是给压力 真的 这压力给到 我怎么 接下来 接下来 最后一组是 李雨春和宋佳 哎呀 妈呀 哎呀 妈呀 我们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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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意外 都在等待她开嗓的那一刻是吗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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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只是给压力 真的 这压力给到 我怎么 接下来 我们将会请二位来做出选择 哎呦 这个 来 春春和宋佳 来啊 春春 来 请选择 小心一点啊 好 我们 听你的 你是女主角 不不不不 选择将向山顶上的 地己顺位的歌曲 发起 冲绑挑战 我们 就按照我们刚刚商量的 好 好 一 二 我们 欧洲双认证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台粉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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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 好 下一次 行了 你进去了 我能完成任务了 也 很棒 哪首歌走 哪首歌流 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 来做出判断 走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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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哆嗦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你再引大一点 你看我这个数不对 那我们能请一位老师来 对 帮我看看我这个放在哪里 不着急 他就是别怕 没事 没问题 他当然是一直鼓励我 他肯定会帮我 他会拖着我 现在下午他有点紧张 有点乱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多担待 我这个演员的 对 之前来的时候还是紧张的 可是当我站到台上的时候 你就发现好像这个世界也安静了 你之前想的那些杂念都不在了 你就会感受 那个音乐本身给你的能量跟魅力 楚生现在紧张吗 莫怕 莫怕 没有了 我还好 嗯 房猫还好吗 就是没有很紧张 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首歌 我当时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有一点热泪盈眶的 去爱中将逝去的爱吧 嗯 对 希望我们都可以不用害怕逝去 我们先让它存在 存在 莫怕 只要它还在 啊 现在我手中的这台 Vivo X200 是不是藏了太多大家想知道的答案 想知道哪首歌更受到大家今晚的青睐吗 2 1 请看 啊 啊 啊 因为刚好 两位老师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说 遗憾 然后珍惜当下 然后我们刚刚那首歌其实也是 因为我们当下跟大家共享着同样的情绪 只要把歌留在这就好了 再次把掌声送给楚生 房东的猫 送给那首好听的下一次 我们请楚生和房东的猫 暂别山顶 拜拜 谢谢 应该还有机会再见 拜拜 下班了 加油 没事没事 下次见 下次见